要給觀眾朋友看 今天盛裝出席 今天要看館長全身刺青 要搭一個比較花的 民眾黨副總統候選人 吳馨穎盈盛裝出席 特別抬起教導展示這雙黑白色 不規則花紋靴子 在館長陳志翰面前說要讓自己更有氣魄 館長趁勢在問這次參選 家人有說些什麼 這次吳馨穎選擇侃侃而談 他們就擔心教導不要太累啊 然後我媽媽最近又長寄很大串的 給我簡訊給我這樣 就說你要多笑啦 名為壽命參選副總統一舉一動 也成為關注焦點 吳馨穎先前參加聯合國氣候變化 剛要公約地解放大會 擔任與會發言人 卻被拒於門外與外交部隔空交火 講到就是說 又拉回聯合國這裡好像影射說 就是因為我其他人太害... 對啊 我說吳馨穎想說 我只是台下美講說 哎呀這個時候 可能外交部是最好做的工部門 因為他只要東西推卸給中國就好 懸在證件發表會前一天上直播 面對館長詢問 柯文哲曾讚賞他的財經能力 以及外交能力勝過蕭美琴 吳馨穎也難得害羞 直播中也透露自己的政見 會放在政府部門數位轉型 也希望運用自己的國際視野 向支持者溫馨喊話 然後麻煩把臺灣還給國家 然後讓大家幫... 讓臺灣拼一次 不好意思這種口號 我真的不知道很會講 但一次吐馨說錯口號 把國家還給你 講成把臺灣還給國家 恐怕也讓支持者滿頭問號 三線新聞最後報導